生命纪第26章 将来,你进了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地 占领那地,并且住在那里以后 就要从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 把地上各种出手果子取些来,放在篮子里 到耶和华你的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的地方 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 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的神表明 我已经来到了耶和华向我们的列祖 启示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地 祭司就要从你手里接过篮子 放在耶和华你的神的祭坛前面 然后,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说 我的祖先原是个漂泊流亡的亚兰人 他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 他人数稀少 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又多的国 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 把苦功加在我们身上 于是,我们向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呼求 耶和华听见了我们的声音 看见了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和压迫 耶和华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绑臂 以及大而可畏的事、神迹和奇事 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把我们领进这地方 把这地赐给我们 就是流奶与蜜的地 耶和华啊 现在你看 我把你赐给我的土地的出手果子带了来 随后,你要把篮子放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 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下拜 你和立位人 以及住在你们中间的外族人 都要因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和你的家的一切好处而欢乐 每逢第三年 就是十分献一之年 你把一切出产的十分之一完全取出 分给立位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使他们在你的城中吃饱了以后 你就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说 我已经把圣物从家里除去了 也分给了立位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都照着你吩咐我的一切诫命 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 也没有忘记 我守丧的时候 没有吃这圣物 我不节的时候 没有把它除去 也没有把它送给死人 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的神的话 都照着你吩咐我的一切行了 求你从天上你圣洁的居所垂看 赐福给你的子民以色列 和你赐给我们的土地 就是你向我们的列祖 启示应许的那流奶余蜜的地 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遵行这些律例和典章 所以你要一心一意谨守遵行 你今日承认了耶和华是你的神 要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和典章 听从他的话 耶和华今日照着他应许你的 也承认了你是他珍贵的子民 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 他又使你得称赞、名誉和尊贵 超过他所造的列国之上 并且照着他说过的 使你做圣洁的子民 归于耶和华你的神 贵弹